好我们继续来看 说 继承中的构造方法的关系 那么子类中所有的构造方法 默认都会访问 副类中空参的构造方法 这话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现在把它复制出来 复制 好来一个DEMO5 EF TNDS 有这么一句话 说子类中所有的构造方法 默认都会访问副类中空参的构造方法 什么意思来看 咱们解一下 class FATHER F-A-T-H-E-R 然后这里面 Public FATHER F-A-T-H-E-R FATHER F-A-T-H-E-R 这是不是它的构造 哎 sitome点out点Printline 那我就来一个叫做F-A-T-H-E-R FATHER的构造方法 然后再来看 class 然后继承了这个 FATHER F-A-T-H-E-R 然后呢 它里面也同样写了一个构造 Public S-O-N 好 这里面咱们也说出一句话 复制 单贴 S-O-N 好了 那现在呢 有一个负类 然后有个子类 子又继承了负 那我就创建子类对象 创建子类对象 S-O-N S等于 NU一个S-O-N 好 来编译 进行 大家看 FATHER的构造方法 蛋的构造方法 那么下面这个执行了 咱们是可以知道的 因为当你创建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走这个子类的构造方法呀 然后就输出了这句话 对不对 但是上面为什么也执行了呢 好 回头再去看这句话 说子类中所有的构造方法 默认都会访问 负类中空餐的构造方法 这个是不是负类空餐的 那刚才我创建子类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负类空餐的执行了 那为什么呢 好 那么它是因为这样 子类中隐藏着这么一句话 它叫做S-O-P-E-R 会默认加上 你要不解系统会默认加上 那它作用干嘛呢 用来访问负类中的空餐构造 它是用来访问负类中的空餐构造的 也说你在这里面一S-O-P-E-R 那是不是就访问负类去了 那访问负类负类里面就输出了这句话 对不对 能明白这意思吗 好 那么你加上这个S-O-P-E-R 在编译运行下 编译运行 来看 是不是跟它一样的呀 那么这句话 你不写系统也会默认给你加上 跟我们负类方法是一样的 你负类方法 就你不写这个负类方法 有没有负类方法 有的 这个负类方法不写有没有 也有 系统会默认给你一个空餐的构造 对不对 好 那么系统会默认给空餐的构造 也会默认给这个S-O-P-E-R 这些都是一直存在的 有朋友疑问说老师为什么呢 为什么子类非要仿为负类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继承负类 是为了从负类去拿东西才继承的 所以 因为子类会继承负类中的数据 可能还会使用负类的数据 所以子类初始化之前 一定要先完成负类的数据初始化 你想用负类的东西 那负类的东西是怎么初始化的 是不是通过构造方法初始化的 我们的构造方法 是不是用来给属性进行初始化的 所以 一定要先把负类的构造执行完 再去执行子类的构造 明白这话 那么在这里再跟大家提一点 每一个构造方法 第一条语句默认都是这个 Super 那朋友又问了 说老师 那他里面肯定有个什么 是不是肯定有个Super 他访问谁的呢 这里 我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叫做object类 object类呢 它是我们所有类中的最顶层类 它就没有负类了 它是最顶层类 那么如果你不去写任何继承的话 默认就继承object类 就说像这个father 他没有写继承对吧 那他默认其实就继承的是object类 那这个super就访问谁了 访问object了 那同学老师 那为什么没有输出啊 你在这里面如果不加输出语句的话 它是不是也一样没有输出的 明白这意思吗 那没有输出的话 难道就证明我没访问了吗 他这个super是不是肯定访问他了 但是现在我不加输出 这句话就不执行 但是我这个构造方法 有没有被调用 是不是也被调用了 所以object里面的这个空餐构造 是没有任何输出的 但是访问访问呢 访问了 明白这意思吗 你说你只要写成这样 他默认就继承了object 我们的系统可忙了 有什么事给我加这个加那个 对不对 他会这样 ES TNDS OBZECP OBZECP 那么现在你来运行 他也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来编译运行 来看 现在是不是只注出了 类的这个构造方法 因为负类的这句话 我说把它注视掉了 能明白这块意思吗 所以super 这个语句呢 是用来帮我们去访问 负类构造方法的 记住啊 一定是负类 先出事化完之后 然后再子类出事化 先有父亲 后有儿子 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道理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 super这个语句 这好理解吧 好 这支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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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